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心侠达成了三年大约是16.2亿台币的合约 将离开呆了13年的荆州勇士 至于刚刚拿下总冠军的波士顿塞尔提克 是拿出五年大约102亿台币的超级顶心 跟自家的一哥Jason Chayton达成续约 也写下了NBA史上最大合约的记录 攜手拿下四冠的勇士浪花兄弟将成为过去式 在勇士2017年风亡游行上 穿着三婚T字典 冠军扣打拚T恤的Keyton Key Thompson 要加入本季搭进总冠军站的 达拉斯独行侠 奏徽双冠冠军 双方一定一份为期三年价值五千万美元 大约16.2亿台币的合约 高比勒呆了13年的老冬家 新赛季将到达拉斯 联手洛克当日开入二名 组成新三巨头 赛尔提克当家一哥Jason Taitum 2024年终于叛到了生涯首冠 帮助绿山军超越湖人 以十八座总冠军成为联盟第一 而球队也砸下了三点一四亿美元 大约一百零而已台币 跟他签下了五年合约 成为NBA史上最大约 不过球队三号也发出声明 宣布球团最大股东 计划要卖球队 预计要在2024年年底 或是2020年年初 出售大部分的股权 华智新闻送一张林英文报道 现在是国内的篮球消息 福尔摩沙梦想家 今天宣布跟自由球员蒋玉安 签下了五年的合约 双方就要携手征战 两大联盟合并之后的台湾职业篮坦 这下三秒钟 再过半场蒋玉安 来 Logo Shot 2024年赛季蒋玉安 率领台体勇峰云报 拿下了T1联盟的总冠军 现在就要改批梦想家的战袍 生涯迈入第十一个球季的蒋玉安 是SBO超级篮球联赛 两届的年度MVP得主 2022年在T1也获选了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他也喊话要替台中拿下冠军 现在是棒球消息 中华职棒台刚 雄英虽然是首年加入一军 但是他们的行销话题满满 上周五的新人选修会上 台刚在首轮选上了前日职好手吴念廷 隔天就完成了签约 那本周二就在陈青湖的比赛就出场了 吴念廷代打敲出了安打 中职生涯首打席就敲安 刚好他的父亲 前兄弟校球星吴富联 职棒二年 首次登场的时候也敲出安打 他们也成为史上第一队 中职首打席就敲出安打的副子党 满球速的对决 这一球右半边安打出现 吴念廷在中华职棒一军的生涯 第一个打席就马上打出了右半边安打 这一球要回来 同种自己亲自出来要求 带中这个偏高的诉求 太刚雄英新生力军吴念廷 敲出了右半边的平非安打 回到中职的首度亮相 就用打击自我介绍 吴念廷这支安打 不但为比赛掀起高潮 更缔造了一项难能可贵的中职记录 1991年 职棒二年 吴念廷的父亲吴富联 也是刚屡日返台 加入兄弟相的第一次打击 面对卫权王牌黄平洋就敲出安打 他们也成为中职史上第一队 生涯手打席就是安打的父子打 因为爸爸吴富联和台冈雄英 多位教练团 红一忠 陆毅士 横田九泽等人 都是当年兄弟的队友 所以儿子和球团签约 都特地挑选在兄弟饭店 完美复科三十多年前 父亲吴富联签约的场景 这份和兄弟相的渊源 不但勾起许多老球迷的回忆 也让许多人讨论兄弟精神 究竟在哪一队 台冈雄英虽然才是第一年加入 但是已经创造了满满的话题 华市新闻杨志富报道 华市也会转播的巴黎奥运 倒数计时 台湾的射击队 也是被寄予夺牌希望的重点 因为一共获得了八个名额 是这次台湾所有项目当中 人数最多的一个 设计队是由五度挑战奥运的 大学姐林怡君带头 希望用她自己的经验 来鼓励新生代的薛迪美 2024巴黎奥运设计项目 可以说是台湾这次的最大团 一共是获得了有八个的席次 而其中呢 42岁的林怡君 她更是生涯第五度 要来扣关奥运 其实感觉这也好像在演电影 就是从刚开始练枪 从1998年亚运我第一次参加 然后那时候的队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当教练 一路我就发现 虽然我进步的幅度很缓慢 但是我如果还坚持在选手这条路上 可能很多人中间就会放弃 告诉他们 说学姐这样子都经历过 那你们还担心什么 快两年当中 其实我调整蛮多的 然后不管是在动作 然后还是枪支上 还是心态上 其实我基本上我把它试过一轮 然后觉得哪一个最适合我 然后就用这些奥运来 来当做一个期末考 除了有经验丰富的林怡君和杨昆毕之外 不定像飞把的刘婉瑜 迎接他的奥运初体验 连做梦都梦到了 就是梦到自己站在那个颁奖台上 对 但是我不会把这个当 变成是压力啦 因为发挥实力嘛 平常做多少 去到那里就是该做的做出来 这样就对了 其他不用多想 站在颁奖台哪位置还不能说 只要正常发挥 就会有好结果 那虽然还没有实际看过 巴黎奥运比赛的场地 但选手们不论在场景设定 还有心态上 都已经做好准备 要来迎接挑战 以上这张是这样方 在桃园公西靶场的采访报道 而巴黎奥运滑板项目 资格系列赛最近刚结束 中国小将正好好压线 取得巴黎奥运的门票 他年仅11岁而已 有可能成为中国巴黎奥运 代表团当中 年纪最小的选手 而正好好七岁开始练滑板 九岁下定决心要参加奥运 花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要圆梦了 他说奥运就像是 人生当中的分水岭 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厉害 6月24日 距离2024巴黎奥运开幕 只剩下一个月又两天 年近11岁的中国滑板小将正好好 凭着资格系列赛的积分累计 压线取得巴黎奥运参赛资格 正好好七岁接触练习滑板 九岁他下定决心要参加奥运 并在同一年开始参加中国全国滑板赛事 然而就在同一年 正好好在一次训练时 从场地高处跌落 落地时右手终止骨折 他说因为伤势真的很痛 也想过要不要放弃 但因为不愿意就这样放弃 已经练习了很久的滑板 所以在养了一阵子的伤之后 正好好就回到场上继续练习 而他训练时受伤的招式 也成为了他的招牌 隔年也就是他10岁时 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 从开始接触滑板到进军奥运 正好好只花了不到5年 更是巴黎奥运中国滑板队中 最年轻的选手 还有可能成为中国代表团中 最年轻的运动员 华世新闻卢又竹 吕翰伟报导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